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整理了两个有关Nuji's的报道 首先,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Odoor在今天9月25号召开了董事会决议 召集历史股东大会 重新任命前代表米尼锦为公司内部董事 不过,Odoor董事会近日讨论后决定 对于要求米尼锦回任代表理事议事 目前无法接受 而关于重新任命米尼锦前代表为内部董事的提议 董事会表示 早在9月11号上午 我们已经向米尼锦董事提出了 未来五年内担任Nuji's制作人的建议 这五年正是Nuji's与我们剩余合约的全部期限 但是米尼锦的律师却表示 今天上午,Odoor董事会决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讨论重新任命米尼锦前代表为内部董事的议案 但内部董事的任命是由大股东还不决定的 因此目前无法确定 米尼锦前代表是否会被重新任命为内部董事 他们接着表示 Odoor董事会在9月11号上午 曾向米尼锦前代表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担任Nuji's制作人的建议 但几时延长了合约期限 并没有删除草案中的单方面解约权等诸多不利条款 这完全不是诚意十足的提案 所谓的折衷方案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米尼锦前代表担心 在这种不合理的合约条件下 只延长任期而无法保障Nuji's正常的艺人活动 基于此 米尼锦前代表明确表达了想要回归代表理事职位的意愿 并同时要求Hype提供具体且有诚意的合约内容 目前关于当事人的身份 期间和权限等事项都未有任何协议 但对方却再度在协商之前进行媒体操作 这种行为让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怒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还在说什么折衷方案 明明就是这样搞 然后想要把米尼锦的点子全部拿走 这结果简直一模了人呢 不是 先回来当内部理事继续担任Nuji's的制作人 如果Hype再来干扰到时候再爆料 舆论肯定都会站在米尼锦这边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代表理事的职位呢 反正还不是大股东 不管是内部理事还是代表理事 如果他们想干涉还是都可以干涉啊 决定权在他们手上 谁知道他们接下来又会对Nuji's做出什么事 然后今天另一个消息是 Hype的公关负责人被质疑向首尔新闻记者 贬低了自家旗下艺人Nuji's的 日本出道成果的录音被曝光 而引起了争议 9月15号 首尔新闻的张记者在一个广播电台 公开了与Hype公关负责人的通话录音 张记者表示 自己并非娱乐部记者 而是负责造船和航空的产业部记者 他在7月17号 摘写了有关Nuji's东京剧段的报道 和Hype股价等文章后 收到了Hype公关负责人的修改请求 然而张记者表示 作为应该要宣传自家子公司艺人的负责人 为何试图扭曲Nuji's在日本的成绩 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他还补充道 Hype是以厂牌系统运营的 会计法律等事务由母公司还不负责 而这位负责人也应该进行Nuji's的宣传 我见过无数的公关负责人 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 自家子公司的艺人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对此张记者表示 正常的公关团队应该会先解释销售方式的特点 然后说这是有意义的记录 这样才能提升公司的价值 并在股市上带来正面影响 所以这部分让人感到疑惑 Hype的公关负责人还对张记者表示 Nuji's曾收到米尼锦代表的gaslighting 我们来听一下录音 张记者表示 今年5月Hype的该名公关负责人 以及公关总负责人 曾到他认知的公司 并向他展示了与米尼锦前代表之间的 卡卡套对话截图 随后不久 这些内容便被某网络媒体独家报道了 另外在通话录音中 公关负责人也提到 首尔新闻部长好像讨厌我们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部长改变心意 记者也累 我们也累 找个时间见面吧 我们得赶快拉拢他 张记者说明了这段录音的含义 这是指借这次世界为契机 在我们公司投放广告 希望我们能以对 还不有利的立场来摘写报道 张记者还爆料 实际上他们还邀请部长 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当然我们的部长认为这不合适 于是拒绝了 而对此还不在官方网站上 发表了反驳声明 该记者在7月17号 提到Nuji's的日本公演师 写道因为公演成功 仅在当地就卖出了102万张专辑 然而根据当时的数据 日本当地约销售了5万张 超过90万张是在航母国内销售的 作为企业的公关负责人 无法对这样的错误讯息置之不理 因此要求进行修正了 关于心理操控发言还不解释 记者曾问到 持股不到20% 怎么可能夺取精英圈 提到在娱乐业中 如果制作人和艺人绑得很紧 即使股权不高 也有可能进行这样的尝试 在回答这部分的过程中 出现了犀利操控这句话 海普接着表示 与该媒体负责部长的高尔夫球行程 早在张记者录音通话之前的5月就已经安排 但随着情况变化 认为在敏感时期进行不合适 于是取消了 张记者录音了与公关负责人的业务通话内容 并泄露给了正义对方 我们在7月向媒体发出了内容证明 表示抗议 即便如此 该记者仍出现在广播节目中 并以举报为由 未经对方同意 公开了自己与宣传负责人的通话内容 作为应该保持公正立场的记者 这无疑是严重的职业道德违反 对此我们将严肃应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为了提高股价 公司应该更加强调自家一人的优点来进行公关 却反而要求发布成绩不佳的更争报道 这真的是股份公司能做的事吗 报道说在日本当地卖出了102万张 但实际上只卖了5万张 这样的记者难道不是垃圾记者吗 要求更正报道的公司真的有错吗 要更正数据 你们在说什么 写了东京剧端演唱会成功的报道 却说表现不佳 这合理吗 他们不只是单纯更正数据 还提到被心理操控高尔夫接待之类的话 这哪里是数据更正 看看这篇报道刚好在25号出来 大家别只看标题 还是得看全文 黑布已经解释了吧 这不是贬低而是更正错误报道啊 重点根本不是在日本卖了多少 而是如果全球销量达到百万 就应该以此为基础来宣传日本出道的成功 结果他们却强调说日本市场表现没那么好 这根本不是公关团队该做的事情吧 只要求修正负面部分 完全没有加强正面宣传 这能算是公关团队吗 而且即使日本无力捆的销量低 但他们在音源榜上 竟然能有八手收录取禁榜 还维持了一段时间 这难道不是收换音的指标吗 应该利用这些数据来宣传才对 Hibu只对实体销量执着 刻意贬低人气 真是让人觉得奇怪 所以对于记者的通话录音 以及Hibu的回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记者和声音 感谢观看